提起电竞,我想很多人都基本不怎么接触了 除非年轻有朝气的,从小就在这个行业打拼 当然天天电脑玩竞技游戏,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中国大陆 老一辈的人都觉得这是不务正业,没有出息的行业 天天玩,你能玩出个什么名堂呢? 真正靠电竞出名的,或者打出自己一片天地的又有多少呢? 但大家不要忽略了,电竞的魅力 它就像魔爪一样的笼络了很多年轻人 而且这一块市场相当的肥啊 台湾自然也是不会放过的 近几年电竞产业快速蓬勃发展 加上中国、南韩以及欧美多国将电竞列入正式体育赛事 引爆了庞大的商机 去年更是因为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 许多民众被迫居家隔离,无法外出 导致电玩娱乐产业顺势而起 成功突破了同温层,打入了一般民众的生活中 根据游戏市场机构NEWSO发布的2021全球电竞和直播市场报告一文指出 全球电竞市场收入将较去年的9.47亿美元 增加到了10.84亿美元 年成长率约为14.5% 而且来自媒体版权赞助收入将高达8.336亿美元 显见电竞市场成长潜力不容小觑 提到电竞硬体设备,台湾品牌可以说是出类拔萃 全球高阶电竞比电市场中的前五大PC品牌商 台湾就囊括了三家,华硕、微星、红基 总市场占有率高达45% 一级战区北美市场也表现强劲 台湾总市场占有率高达57% 而在东南亚地区的电竞比电市场 华硕则是领先群雄 旗下的电竞品牌玩家共和国 在印尼、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泰国 以37.8%的平均市场占有率 稳居五国的龙头地位 在印尼更是拿下了60%的过半成绩 制霸当地的市场 在电竞周边设备方面 台湾品牌在东南亚当地的表现也相当亮眼 根据2021 IPSOS市场调查报告指出 在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的民众 有超过一半的受试者 在挑战电竞品牌时 品质与价格为重要的考量因素 而约接近四分之一的受试者 其最爱的电竞品牌就是台湾的 由此可知 台湾电竞商品在东南亚民众心中 俨然形成了品质好价格动心的良好印象 而台湾电竞产业迅速发展在全球皆有目共睹 不仅在制造上 电竞比赛赛事也是长期以来的领头员的位置 这名电子娱乐公司暴雪 长期在台湾市场耕耘 认为台湾有独特的电竞发展潜力 支持电竞的企业伙伴 逐步扩张的电竞软硬体市场 以及良好的场地 且台湾位于亚洲之优越的地理位置 所以在2017年3月的时候 在台北就成立了全球首间官方的电竞馆 提供电竞赛事专用的高规格比赛环境 为台湾及亚洲玩家带来了更多国际精彩赛事 与优质的观赛体验 除了外国企业看好台湾电竞产业环境外 台湾相关企业与组织也积极地开辟了海外市场 像是由台湾精品奖所举办的台湾精品杯 于2019年首次登陆了泰国 聚集了各国好手在曼谷市中心进行激烈的厮杀 除了精彩刺激的竞赛过程 及丰厚的奖金奖品外 主办单位联合台湾精品企业 设置了台湾精品体验区 展示10个品牌 超过了60件台湾精品 供民众及媒体体验 为泰国消费者及玩家提供了一个 体验台湾精品顶级电竞设备的最佳机会 面对中国大陆电竞市场的活热表现 台湾自然也是输出了不少硬件设备 不过在这过程中 台湾成长起来的一些优秀的电竞高手 看到大陆高薪的职位 纷纷来找机会一展身手 不过大家也不要误会 这些人都是职业选手 并非玩电子游戏的 玩玩也就回去了 其实电竞这个市场 以职业打天下到哪里都一样 2021年上半年除了台湾外 中国大陆电子经济产业发展也很迅速 并实现电子经济游戏营收719亿元 同比增长54.69 增幅明显 与之相应的是 电子经济用户也持续增长 使得一到六月 中国电子经济用户规模 同比增长了9.94% 达到了约为4.84亿人 也就是说 每三个中国大陆人 就有一个玩电子游戏的 这一产业获得了政府的支持 对电竞发展起到了正向作用 之前我记得在朋友圈流传过一篇 4.8亿人的庞大群体 这就是电子经济的文章 试图再次解释 电竞和游戏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 在业内人士中引发了讨论 电子经济是电子游戏比赛 达到竞技层面的体育项目 电子经济也是一种职业和奇异 等非电子游戏比赛类似 2003年11月18日 国家体育总局正式批准 将电子竞技列为第99个 正式体育竞赛项目 2008年国家体育总局 将电子竞技改批为第78号 正式体育竞赛项 2020年1月17日 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主办 中国文化管理协会 电子经济管理委员会 曾办的电子经济员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开发启动会 在北京召开 电子经济目前也已经成为 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项正式的专业 供学生报考 国内也有数十所本科院校 开设了这些专业 但需要注意的是 电竞虽然是玩电子游戏 但玩电子游戏不等于电竞 作为职业 电竞要有相当强的实力支撑 而绝大多数的游戏党 并不具备这样的专业素质 业内人士表示 对于学生来说 电竞这个行业内部的竞争 比绝大多数同学想象的更加残酷 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 安心学习 才是更简单的成长道路 据2019年的数据 中国电子竞技的职业选手 就已经有了10万人 可见4.8亿的电竞用户中 能走上职业道路的 仅仅是凤毛麟角 大多数人只是当作休闲娱乐 即使当作专业发展 也很难出头 而对于非职业选手 打出成绩绝非易事 长时间玩游戏不但对视力 颈椎等造成身体健康方面的伤害 自控能力较差的人群 尤其是未成年人更容易沉溺其中 形成心理的依赖 影响正常的工作学习 所以每一个电子游戏 才会在开篇显示 适度游戏一脑 过渡游戏伤身 合理安排时间 享受健康生活 台湾电竞产业的蓬勃 应由政府政策上的推动和整合软硬体资源的权力支持 甚至从交易着手 不仅广大了多元发展方向培育优秀的选手 甚至优秀的赛事企划制作 影视 主持 赛评等等产业相关全方位的学习机会 让台湾电竞产业得到了最健全的发展 有上述现状 持续将优质台湾电竞品牌商品 销往东南亚 必是正确的选择 而PCharm于2020年推出拓展东南亚市场 全方位一站式跨境电商服务 PCharm SEA 涵盖商品翻译 多语言客服务 在地行销国际物流和台湾金物流服务 为买卖双方提供方便安全 值得信赖 轻松经营的销售体验 协助台湾电竞品牌 开具最完整 最无痛 最迅速成效的捷径 在宅经济当道之际 电竞行业 更应该把握机会 提升台湾电竞商品国际能见度 建立品质好 价格动心的优质形象 创造无限的商机 小周觉得 我们正确的看待电竞 这里已经成为很多人赚钱的新天地 未来的蛋糕也挺肥的 不知道您对这一产业是否有点了解呢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期待您的观点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prompt